然后咱们左边的朋友大家好 右边的朋友大家好 然后谁还没有听过Kubernetes的请举手 还好大家都听到过 或者没有听到过的呢 也不好意思 这个暴露自己 我叫张欣来自财云科技 我们的英文叫做财Cloud 那其中的CAI代表的是Cloud AI 社区里做了很多的工作 让Kubernetes变得更加快 更加的稳 更加的强大 今天呢我们想探讨一下 如何让Kubernetes算得更聪明 那提到计算 我们首先来问一个哲学问题 计算是什么 计算呢可能是比谁算得更快 算得更好的一个选美比赛 但是我更认同一个观点 计算的本质是对数据做处理 通过处理对数据做转化 从而将数据转化为商业的决策 和业务端的价值 那基于这个计算的基础 那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Kubernetes 谈到计算 其实有一个经常我们会遇到的一个矛盾 就是灵活性和管理性 相互之间经常是熊和这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那以我们熟悉的S为例 S提供了机器层面和操作系统层面的非常底层的接口 给用户极大的这个灵活性可以去随意的配置 但是呢用户同时还需要做很多的配置才能把自己的业务系统运行起来 那另一个极端呢就是PaaS PaaS提供了很好的封装 带来了很多的管理性 但是由于它很多黑盒的这种封装 当我们用户想要去做一些定制化开发的时候 往往就需要去打破玻璃 去遇到很大的一个门槛 Kubernetes一方面提供了底层容器层面的接口 网络层面和存储层面的一些操作的接口 那同时也提供了很多自带的管理的特性 所以因此它在两者之间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 那虽然如此 但是要Kubernetes算得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贴近的业务 其实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工作 那我们Kubernetes的用户可以想一想 有多少次其实我们还是要手动的 人肉的去配置非常底层的Kubernetes的规则 去撰写Kubernetes的声明文件 去配置Kubernetes相关的很多的参数 那另外一方面 Kubernetes可以很好的支持无状态的应用 但是对于数据类的应用 不光是存储 以及怎么样去更好的挖掘数据的价值 那这些都是目前我们需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 才能把Kubernetes真正的传递到这个业务端 为了让Kubernetes算得更聪明 我们今天想探讨一下两个最佳实践 那第一个实践呢 是与现在非常流行的container as a service不同 我们号召和倡导cluster as a service 那相比于传统的container as a service 我们管它叫class 提供了更高层的操作的接口 那用户可以在集群的层面快速地去创建 去管理他们的集群 以及他们的符合型的业务 而不需要从一个一个的Docker镜像 从一个一个的进程 去管理相互之间的这个依赖 网络连接性 以及这个配置 所以通过提供cluster层面的操作 可以让用户更加地从业务这个层面 去思考他们的这个架构 从而规避了很多底层的一些反腐的一些配置的发生 那这样一个思路 目前也已经在很多的大型客户里面 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 有了这样一个集群提供的算力 那我们更实现了将最前沿的深度学习的引擎 利用了容器的轻便 利用了Kubernetes的并行 同时利用了容器化GPU的加速 然后来快速地处理海量的数据 实现急速的深度学习的引擎 不管数据是结构化还是非结构化的 我们充分地利用了Kubernetes的管理特性 来并行化并且去动态地管理 深度学习或者TensorFlow 运行所需要的各种任务 那当模型训练好以后呢 再通过Kubernetes的自动管理的特性 可以保证这个训练出来的模型 可以去稳定地去服务用户的需求 同时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容器还是Kubernetes 都带来了一个DevOps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我们更是把这样的一个特性 应用在了深度学习的一个流水线中 从深度学习模型的开发 配置训练到响应 全部都利用Kubernetes 和容器的持续集成的方式 形成一个有机的流水线 那最后我们都知道 Kubernetes是一个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 通过将深度学习引擎 也进行容器化 进行Kubernetes化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业务和其他的线上业务 生产业务统一地混跑在一起 这样不光是极大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还用同一套管理方法 去极大的节省了这个管理的成本 那所以这块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Kubernetes 所提供的强大的算力 可以去真正地将深度学习的算法 去实现落地 并且提供一个极速的体验 那这样的两个技术结合起来 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魔力 那不论是在政府 还是在安全 大金融 还是在电商等等领域 通过实践 都已经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最后呢 想强调一点 从Kubernetes到TensorFlow 这样开源的技术 它提供给企业的 不是一个产品和解决方案 而是赋予了企业的一种能力 那我们都说 受人与鱼不如受之与鱼 那这样开放的技术 其实是提供给了企业 这样可控自主 然后同时可以快速创新的能力 今天呢 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把Kubernetes 变得更加地聪明 感谢大家